这里是T-Live时间过得真快 去年香蕉熟的这个时候 我的婆婆从奥兰多到我们家来看我们 为我儿子做了他最喜欢吃的香蕉布丁 当人到了97岁高龄的时候 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一起来看看97岁的美国奶奶 亲手为他孙子做的香蕉布丁 生日快乐 好紧赖 我婆婆最喜欢吃的甜点是苹果派 就在上个月 我们全家在不同的地方 同一时间一起吃苹果派 来纪念我婆婆98岁生日 今天是我婆婆98岁生日 她最喜欢吃 apple pie 所以现在我们到Tablick 买个 apple pie 为我婆婆过98岁生日 来纪念她 嗨 嗨 嗨 Luno 来吃饭 嗨 奶奶 98年生日 吃饭 我们爱你奶奶 我们欣赏你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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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了香蕉丰收的时候 看我们家手头的香蕉 味道特别棒 有机的就是不一样 那么今天呢 我将挑战用这些香蕉 来为我儿子做香蕉布丁 希望我能够挑战成功 也希望我婆婆能够喜欢 首先我们打开做香蕉的cremie 再倒进一个碗里 然后倒两杯的牛奶 将牛奶倒入cremie 搅拌两分钟 成糊状 小饼干 铺在盘底 铺上一层cremie 均匀地铺上 把香蕉撕开 放在手上切成片 铺在cremie上面一层 啊 婆婆帮我 我手抖啊 哎呦 你妈 香蕉铺好以后 平均地放上一层cremie 再平均地铺上一层饼干 香蕉布丁做好了 我把它盖好 放到冰箱 过一个夜 明天就可以吃了 已经被我孩子吃了三分之一了 我们来喝茶 吃香蕉布丁 今天我们喝乌龙茶 大红桃 这是我自己的 Candy的茶 嗯 所以特爱喝茶的朋友 只要关注我们的频道 你就有机会 喝上来自 红茶 发源地的 红茶了 我们的茶的名字叫 One Two Three 好香啊 好香啊 太香了 好久没闻 香的茶 太好喝了 太好喝了 能够清香 太美了 在你吃吃茶点之前 我都先喝茶 这样子呢 保证我的嘴巴 能够品尝到 茶的清香 茶的韵味 太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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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口就化 好香啊 本来我们又想做这一期的vlog 前两个星期 台风来把我们香蕉树给吹倒了 让我想起去年同一时间 台风也是把我们的香蕉树给吹倒了 明天是8月30号 早上一起床 发现后院的香蕉树给倒了 看看 这个飓风 多利安还没来 你就吓得先自己倒下 都没出血 自己家种的香蕉 放了两个星期已经好了 非常地甜 非常地脆 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香蕉 那个时候 我的婆婆到我们家来看我 97岁的老奶奶 不但生活能够自理 而且为孙子做一些事情 很让我感动 所以我们一直觉得 在我们后院自生自长的 这几个香蕉 一定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通过这个香蕉 让我们来享受它 来感恩 帮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虽然今年香蕉树呢 又重演了去年的故事 但是奶奶 她再也不可以来和我们一起 分享这个香蕉了 这个香蕉呢 就变成我生命时间轴上面的 一个时间点 我特地愿意把我简单快乐的生活 记录下来 与大家分享 我相信我的婆婆在另外一个世界 看我们记录我们美好的生活 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您就可以经常和我一起分享 我们简单快乐的生活 按下小铃铛 就可以及时收看我们新上传的视频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好 你 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